喬委會委員長吳欣欣 自去年五二零上任以來 首次到亞特蘭大進行訪問 這次的行程中 吳委員長走訪了亞特蘭大臺美學校 傾聽僑胞的心聲和建議 並且說明政府的政策 也呼籲鄉親支持政府 同時他也頒發獎狀 感謝臺美學校致力推廣 臺語以及歌仔戲文化 喬委會委員長吳欣欣 自去年上任以來 首次到亞特蘭大訪問 兩天的行程中 他參觀了亞特蘭大臺美學校 受到全美臺灣同鄉會 前會長郭崇國 副會長黃鴻展 喬務諮詢委員張信雄夫婦 陳縣氏夫婦 臺美學校校長蔣正宏 等四十多位台籍喬領迎接歡迎 吳委員長並在臺美學校內 附設的臺灣會館 與鄉親面對面交流 他向與會鄉親說明 包括前瞻計畫 年金改革等政府政策 他也呼籲鄉親支持政府 持續扮演推動國民外交的親善大使 僑保們紛紛針對一例一休 僑委會活動補助 應限制中國籍人士參加 以及華僑文教中心 是否改名為台僑文化中心等議題 提出問題及看法 吳委員長逐一解答 並承諾將海外僑胞知心聲 轉達給政府相關單位 那麼今天下午來到我們臺灣會館 這邊有很多臺灣的鄉親 來跟他們座談 聽聽看他們對於 這個臺灣的這樣的一個 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 各方面的發展 那麼他們也提出很多寶貴的意見 來讓我們政府來做參考 讓我們都把它寄下來帶回去 大家來看看怎麼樣 結合我們僑借的這些力量 來替臺灣未來的經濟發展 各方面的建設 也能夠做出貢獻 吳委員長表示 此行最主要是代表總統探視僑胞 表達政府的關心 並傾聽僑胞的心聲與建議 他也再次強調 只要支持臺灣 支持自由民主 不論老僑 新僑 都是僑委會的服務對象 桌談會結束 主辦單位也準備了 古早味的茶點 包括紅骨櫃 藕會等 供與會民眾享用 臺灣紅灣電視林玉軒 美國亞特蘭大採訪報導 謝謝